记者蔡淑院台中报道,13岁的张小妹在两年多前头痛,左侧身体无力两个星期,以为是感冒,到诊所看医生后,服药未见改善,进一步就医发现净罹患脑癌,又脑长了8公分大的试管膜瘤,以造成身体做偏侧瘫,且压迫到脑干,手术切除后放化疗,又发生少见的放射性坏死再度偏瘫。 二度手术,不过张小妹积极治疗,复健也未中断血液,现在可以不用助行器行走,乐观抗癌,以后还要当医师救人。 台中荣总神经外科医师周玉成说,张小妹罹患少见的试管膜瘤,可能是儿童细胞分化错误造成,有脑势及脊髓的试管膜细胞长出,属于中恶度,且靠近乔脑,严肥生命中疏,不亦完全切除,也亦复发。 周玉成说,张小妹脑瘤在一,两个月内就长到八公分,占了脑部的六分之一,影响到大脑运动区,造成左侧偏瘫,且压迫到脑干,恐一致呼吸,随时会猝死。 赶紧开刀切除,但肿瘤大且恶性沾黏严重。 开刀过程中,利用电脑影像导航和电生理神经监测,术后再做11个月的放化疗并复健,做测肢体恢复九成。 不料,去年2月最后一次化疗发现,因为之前放疗死亡的脑细胞释放毒素,造成偶发性放射性坏死,引起严重脑水肿,压迫脑部又左瘫。 再次手术清除坏死的脑细胞,张小妹仍勇敢面对,白天上课,晚上努力复健,现在也复原刺成了。 张小妹分享经验说,曾经质疑为什么是我,化疗时掉发吐到胆汁都出来,但是爸妈和两个弟弟都一路支持陪伴。 他也告诉自己,治疗时很痛苦,但总是会好,生病受到医师照顾,以后也要当医师帮助其他小朋友。 周玉成说,儿童脑流发生率约十万分之三,在儿童疾病较少见也较易被忽略。 如果有不明原因头痛,头晕,恶心,呕吐超过二周或异常头围变大,建议进一步检查。